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衣 其实我准备的东西都很无聊 就大家都会准备的东西啊 裤子要换的 这裤子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袜子 然后这种特殊情况出去一定要戴好口罩 口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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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口罩要戴好 我一般出去还会戴一个擦脸巾 所以它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然后会戴隐形眼镜 因为我是近视 看到这里的小朋友们一定要爱好自己的眼睛哦 因为戴隐形眼镜真的很麻烦 鞋子 另外一双鞋子 洗漱包 那我出差就一定要戴的是 白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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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穿好 嘿 还是没穿好 哈哈哈哈 白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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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外面 然后套个白T 就可以出去了 还有一件白T 差不多就这些了 咦 哪里来的口音 差不多就这些了 然后就是就是 比较私人的衣物 我 好嗯 然后就总之要是一个 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所以就是抱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区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总之应该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节目 发不太好 讲述了一个大龄的恨假女青年的一些 哇 回家洗澡应该很麻烦吧 哎 你们女生会觉得 不按那个闪闪的回去洗会很麻烦 话多 我觉得那是王菲琪西民家算 不可能 我们派出 见王菲琪西民家 话多 话多 谁 李佳琪 我知道 谁是李佳琪的他们 呃 刘波鑫吗 刘波鑫 刘波鑫 因为你看他 他其实非常巧妙 对的时间点和预见 就是就是你在对的时间点 一定会预见这个对的人 对 好硬 不要啊 他被他听见了 我凉雪外就是为了与你相认了 在意料之外 刚才是有人吗 只有丽萍在 丽萍在守护这个公主公众